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议题 华为和秘鲁签订了一个重要协议 将培训数千名秘鲁人掌握新技术 这一协议是在秘鲁总统迪娜·伯鲁阿特访问华为深圳总部时签署的 目的是吸引更多投资 尤其是在人工智慧、数位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 不仅如此,他还计划与比亚迪讨论在秘鲁建厂的计划 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次访问还包括了一个关于印加文化的展览 更显示出秘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地位 然而,这些举措也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担心该港口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秘鲁总理股斯塔沃·阿德里安·泽恩则表示 这不会影响秘鲁与美国的关系 反而是对西方资本,包括美国资本的邀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这则新闻来自权威的南华早报 由记者Kovalesia撰写 文章详细报道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与秘鲁签署的一项协议 旨在培训数以千计的秘鲁人掌握新科技 秘鲁总统蒂娜·伯鲁阿尔特在该国一周访华期间 参观了位于深圳的华为总部 并签署了这一重要协议 根据报道 伯鲁阿尔特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投资 协议具体内容包括培训两万名年轻专业人士 女性以及中小企业的企业家 重点领域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在伯鲁阿尔特总统此次访华之前 他在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表示此次访问旨在为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 清洁能源 以及人文交流等关键领域的更大投资和合作铺平道路 在深圳期间 伯鲁阿尔特不仅参观了华为 还会见了其董事长梁华 并试驾了华为最新的M9智能汽车 他还计划访问比亚迪总部 讨论在秘鲁建造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 他的行程还包括访问上海和北京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秘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投资目的地 根据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的数据 去年秘鲁获得了29亿美元的投资额 位列全球第三 然而 一项涉及位于利马附近的一带一路项目 昌凯港的合作方案却引起了争议 秘鲁政府于2021年授予中国国有航运公司中原海运独家运营权 但今年早些时候试图以行政错误为由推翻这一决定 不过 在伯鲁阿尔特访问中国前几天 政府撤回了对中原海运的法律诉讼 伯鲁阿尔特计划在上海会见中原海运的代表 并将与中国铁路建设公司的代表 讨论建立连接昌凯港与波利维亚和巴西的铁路连接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 习近平主席预计将在11月访问秘鲁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秘鲁方面希望他也能出席昌凯港的开幕仪式 昌凯港的建设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担心该港口可能被用于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用途 然而 秘鲁总理古斯塔沃 阿德里·安森在周一表示 我们不认为我们的朋友 例如美国 会因为我们引进中国投资而感到不满 他补充说 我们认为这也是对西方资本 包括来自美国的资本的邀请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则新闻 首先 这一协议对秘鲁的科技发展和经济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培训两万名专业人士 秘鲁不仅可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 还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 将为秘鲁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 推动数字化 转型和创新 其次 从中密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次访问和协议签署标志着两国 在经济和科技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头羊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向发展中国家 输出技术和投资 秘鲁的积极回应不仅表明了 对中国技术和资金的高度认可 也反映出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 来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决心 第三 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 美国对昌凯港的关注和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任何涉及中国在美洲地区的重大投资项目 都会引起美国的关注和警惕 然而 秘鲁总理的表态显示出秘鲁 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他们希望在吸引中国投资的同时 也能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 最后 从社会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伯鲁阿尔特总统参观的印加文化展览 展示了秘鲁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这不仅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也为两国未来的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 总之 这一协议不仅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具体体现 也是两国在科技 文化和人文领域 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一步 秘鲁通过引进中国投资和技术 实现自身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愿景 同时也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扩大提供了新的平台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合作的进展 并期待看到更多关于两国合作的新动态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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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